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腌制一下 放到冰箱里面腌制一小时 让味道进去 然后在腌制的同时 我们可以做我们的卤汁 卤汁就是在锅里面用葱姜蒜来爆香 然后撒上一点点的酱油 一点点的胡椒粉 一点点鸡精 再加一点点的水 让它慢慢地烧 烧到香味出来了之后 你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卤汁放到一边 这时候我们把冰箱里面腌制好的青鱼拿出来 就是轻轻地过一下油炸一下 不要炸得太狠 炸到两面都变成金黄了最好 这时候我们就把刚刚做好的卤汁 倒入这个炸好的青鱼里面 然后盖上盖子 焖它十分钟 焖到十分钟的时候 打开盖子 撒上一点点的芡粉 芡汁 让它收一下这个浓汁 就可以了 如果这时候你喜欢吃五香粉的话 你还可以在上面撒上一点点的五香粉 这就是我们香喷喷的苏州熏鱼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厨 还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大家 这个菜呢 它药里面在哪里呢 前面一定要腌制 放葱姜 放调料腌制 腌制有点炸的 炸的不能甜嫩 也不能太老 外面炸的皮 皮基本上有一点金红色 有点酥的 皮有点脆 皮有点酥酥的 因为吃起皮酥酥的 而这个卤一定要烧热 把那个鱼放到这个卤里面 只要听到声音听到以后 吃的声音听到以后呢 然后呢就开小火 蒙个十分钟 开小火就放十分钟 把它一个一个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装粉就可以了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魏王及华龙美食网 独家赞助播出